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你们好 我叫许怡仁 今年二十五岁 我 为什么从上一家公司离开 因为我觉得方圆设计是一个更大的平台 而且公司理念也非常符合我的未来的职业规划 所以 我没问你为什么来 我问你为什么从上一家公司离开 因为 因为我们公司效益不太好 已经拖欠了我好几个月的工资 我才 怎么又是你啊 方总 您认识啊 方总 你 奥 都怪这个面包 取消了 行 我知道了 你有病啊 你才有病呢 你觉得这样好玩吗 你凭什么随随便便干涉别人的私生活 我男朋友劈不劈腿跟你有什么关系 用得着你狗男耗子多管闲事 我说了一句你就 你什么你 你别说什么为了我好怕我被骗 我认识你吗我 你好不好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我只是说了一句实话 就因为你 我男朋友没了 工作没了 我现在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新工作 就留我唯一的一点希望 也被你亲手掐灭了 我到底是哪儿得罪你了 我说你跟我说那么多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不是 你干吗 你今天不把事情说清楚 你就别想走 好 我今天就浪费时间 好好跟你说一说 你失恋是因为你男朋友劈腿 你失恋是因为你说谎 你硬凭工作失败 是因为你能力不高 你没有地方注视 是为什么呀 因为我叫水管 这次真的爆了 那也是因为你说谎遭到了报应 说到底你的失败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是你自己前二十年 不够努力造成的 否则 就算我不说 你男朋友一样会劈腿 因为一个谎言 公司就把你炒掉 说明你的工作 不是无人可以胜任的 就算你花心思 做一份再精美的简历 又有什么用呢 你能力不足 所以你根本没有办法 胜任我助理这份工作 所以我说了那么多 只说了一句实话而已 我到底错在哪儿 你以为这些我不知道 我用得着你说吗 我难道不知道 他没有原来对我好了吗 可是他是我这二十年来 生活中的唯一一点光源 只要有他 前面多黑我都不怕 可是现在我生命中 唯一的一点微光也消失了 你为什么非要拆穿我 也就不能装作 没听见没看见吗 反正我也不认识你 不为什么 我只是讨厌谎言而已 还有 弄砸女人真的 只会是你自己 我的人生是一团造物 可是你凭什么说我不努力 你又不是我 你凭什么 什么都不 在风间却上飘 不宇宙的黑灯 失眠失去心灯 左线 没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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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看见